为了表达车款的个性 稻奇将挑战者车系当中性能最极致的车型 命名为恶魔Demon 有趣的是 最近国外媒体发现 稻奇的母集团FCA 注册了和Demon为反面的天使Android 一名为专利名称 并且著名使用范围是机动车辆 乘用车 车辆结构零件 车辆装饰与徽章 但是从现有的消息来看 到其是否会推出名为Android的车款 还是未知数 但是猜测FCA将此名注册专利的目的 大概有几个可能性 一是使用在其他定位不同的肌肉车款上 来与Demon相互呼应 二是搭载于定位与Demon相反的车款 例如MPV等家庭用车上 以彰显两个车款的不同个性 也有一说表示FCA注册此名 单纯是为了防止其他品牌 使用Android来作为Demon的敌对车款名称 另外也有小道消息表示 此名有机会使用在未来到其旗下的电动车款上 FCA尚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但假使到其未来将Android名称使用在混合动力 甚至电动车款上 倒也是和Demon狂暴不羁的特性 形成有趣的强烈反差 以目前来说 消费者在天使与恶魔之间只能够向恶魔靠拢 但是这场恶魔交易的结果并不会令人失去灵魂 而会得到一辆拥有840匹马力 百公里加速仅2.3秒 性能相当邪恶 且限量3000台的恶魔挑战者 SRT超级肌肉车